杨继绳 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第27章 四五运动 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 反映了人们要求稳定社会秩序 发展国民经济 虽然坚持文革立场的人们不满意 却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 因此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不但没有实现毛泽东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愿望 反而增加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 强化了人们对文革派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 这种不满情绪终于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这场政治风波的引爆点 就是周恩来逝世和对周恩来的悼念 第一节 围绕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斗争 1976年1月 在文革派步步紧逼 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做检查的时候 周恩来已经病危 1月1日 诗刊《人民日报》和第一期红旗杂志 发表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 《崇上井冈山》和《念奴交》 《鸟儿问答》 这两首词是毛1965年写的 此时公开发表是配合反击右倾方案风 两报一刊发表题为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元旦社论 其中发表最高指示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刚 其余都是木 这是毛1975年11月4日 批评邓小平三项指示为刚时说的 之前这句话只是以中共中央文件 在党内一定层次公布 现在向全民公布 表明新的一年要将批邓 反击右倾方案风向深层次推进 就在这一天 生命垂危 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恩来 一度清醒过来 他从广播中听到了毛泽东的诗词 示意工作人员买来诗词本 并且听读这两首词 听后要求将诗词本放在枕边 1月8日上午9时57分 周恩来在305医院逝世 中年78岁 周恩来是毛泽东搞文革重要的助手 在文革前6年 他忠实地贯彻执行毛关于文革的 一系列指示 虽然那几年周恩来一直处于 文革政治舞台的中心 但那时人们对文革还不反感 所以周恩来没有因为大力支持文革 而留下不好的印象 林彪事件以后 文革的问题逐渐暴露 对文革持消极态度 甚至反对文革的人越来越多 而此时 周恩来和毛泽东 在批判林彪的方向上产生了分歧 对文革反感的人 自然站在了周恩来这一边 虽然1973年 上层内部批判周 但普通群众不知道 周在公众中的形象 没有受到损害 在批林批孔 反击右倾方案封中 周恩来处于哀整的地位 他是在哀整中逝世的 必然引起广泛的同情 在全国各地 一些对文革不满的人们 自发地开展悼念活动 在两种力量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 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 对文革派是有利的 他们一定窃喜 然而文革派不懂民意 甚至逆民意而动 他们限制纪念周恩来的规模 极力减小周恩来的影响 他们当然明白 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 是表达某种不满 他们没有想到 越是压制 不满情绪 越是强烈 1月9日 新华社请示 关于周恩来逝世的报道事宜 姚文元答复 道辞尚未发表 现在不组织 道辞发表后 是不是组织仍应再请示 在他的禁令下 周恩来逝世后的六天里 新华社只发了两条 有领导人参加悼念活动的消息 姚文元敢于这样做 显然符合毛泽东的意图 遗体告别仪式 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举行 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 在太和殿 劳动人民文化工 为什么周恩来的告别仪式 不在这些庄严宽敞的地方 而在这个狭窄的地方呢 对这种有意降低规格的做法 群众很不满意 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 卑独江青 不但不行脱帽礼 甚至在遗体面前东张西望 中国人对后非干政历来反感 群众对于江青这几年的作为早就不满 他在遗体告别时的表现激起了不少人的愤怒 根据上级的要求 许多单位限制悼念活动 声称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反击右倾方案运动的大方向 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 不准群众戴黑纱 不准送花圈 不准设灵堂 不准开追悼会 不准挂周恩来遗像 这五不准使对文革不满的人 甚至中间群众怒火中烧 1月11日下午 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 汪东兴 邓颖超 以及智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的生前好友等 互送到八宝山公墓火化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上 首都的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街道的两旁 肃立在寒风中送别周恩来 缓缓前进的灵车开到哪里 哪里就一片哭声 有人跪在灵车前痛哭 人们为什么哭周恩来 周恩来对待革命事业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个人生活也很简点 和邓颖超白头到老 没有子女 给公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死后还遭压制 引起了广泛的同情 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 三十年后 暴童一语道破 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了解周恩来 而是因为他们太了解毛泽东了 到周的全部意义 在于对于毛失去了信心 当局深知表面上倒舟 深层是反毛 所以当局千方百计的压制倒舟 也就是千方百计的保护毛 新华社记者就首都百万群众 被周恩来灵车送行 写成长篇通讯 先是被压缩到很少的字数 最后由姚文元下令 一个字也不准报道 12日至14日 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为周恩来举行调宴仪式 调宴仪式之后 周恩来的骨灰安放在人民大会堂 在这几天 姚文元多次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下达指示 限制对悼念活动的报道 报刊上充满了批凳 反击右倾方案封的报道和文章 1月14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宗述 只字不提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 第一句却说 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这是用反击右倾方案封来转移公众对周恩来的悼念 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 1月15日 全国下半旗致哀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之道词 追悼会后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 将他的骨灰撒向北京 天津 以及山东北部的黄河入海口处 由于毛泽东曾经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 人们期待毛泽东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但毛说 我也走不动了 群众对毛不参加追悼会不满意 连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也不理解 他在回忆中说 说病重 可是总理逝世以后 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 是多次接见外宾 既然可以接见外宾 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 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1月16日 姚文元砍掉了新华社原定要发表的 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综合报道 28日 江青扣押了记录影片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在限制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同时 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还通过批判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当权者一旦违背民意 当权者的行为必然在民间产生逆反心理 从1月到4月 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有增无减 收集悬挂周恩来的照片 成了反抗文革派的一种方式 周恩来晚年坐在沙发上的照片 沉思中的周恩来 是意大利著名摄影记者 娇尔乔·洛迪于1973年拍摄的 1974年 这个照片荣获了美国著名的新闻照片奖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 认识世界奖 周逝世以后 这张照片在中国广为流传 在以后的几年里 总印数共达9000万张 文革派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的逆民意行为 引发出震动全国 影响全国的南京事件 从周恩来逝世到追悼会召开的7天内 南京共有2500多个单位的 32万多群众到梅园新村悼念周恩来 梅园新村是周恩来曾经为团长的 中共代表团居住过的地方 后来辟为纪念馆 梅园新村纪念馆接到上面的闭馆通知 被迫停止开放 群众责问 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总理 1976年3月5日是雷锋纪念日 文汇报在重新发表 当年几位中央领导人的提词时 只发了毛泽东、朱德的提词 没有周恩来的提词 这一事件使南京人愤怒 3月21日 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 联名写信质问文汇报 看了你报全段砍去总理的原话 我们不禁要问 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是谁指使你们砍去的 你们代表了谁的利益 3月24日 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的7374级 200多名学生和部分教职工 来到宇花台烈士陵园 悼念周总理 一位工作人员 以宇花台不是悼念周恩来的场所为由 将花圈上的碗帘拿掉 当大家围住他讲理时 他一时心慌 称自己是上海的记者 这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 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们 酝酿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3月25日 文汇报又刊登了一篇报道 文章中出现了 党内那个走资派 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 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是指邓小平 党内那个走资派显然是指周恩来 这是在悼念周恩来的重要时刻 对周恩来鞭尸 数日之内 从全国各地发向文汇报的抗议信件和电报421件 质疑的电话达1000多次 3月29日 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将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汇报在校内张贴 在旁边醒目地写上 看一看 想一想 校园内出现了标语 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 阴谋家 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南京市民纷纷涌向南京大学校园看大字报大标语 在3月末的那几天里 南京到处是缅怀周恩来 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 到处是看大字报大标语的人群 人们聚集在一起 或传递消息 朗诵诗文 或发表演讲 深切怀念阳开会烈士 批州必乱 反州必亡 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张春桥 打倒大野心家 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 贴在南京街头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 南京大学有11个系的800多名学生 分成了20个小组 在街头演讲 在大街 车站和公共汽车的车身上 刷标语 29日晚70多 南京大学数学系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来到了南京火车站 在开往成都的82次列车 开往上海的405次列车上 刷上了文汇报 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罪该万死 警惕贺鲁小富士的人物 窜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3月29日至30日 更多的学校的学生 来到火车站 用不易被冲刷掉的油漆 百油 将标语刷在火车上 在十多个小时中 共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 刷了198条大标语 这些大标语 随着高速的列车 展现在全国各地人民的眼前 4月1日深夜 在华国锋主持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讨论了南京事件 会后发出电话通知 通知说 最近几天 南京出现了 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 大字报大标语 这是分裂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转移批凳大方向的政治事件 你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 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 借机扩大事态 进行捣乱破坏 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 要彻底追查 4月3日 中共中央的电话通知 传达到了全体群众后 南京群众毫不畏惧 反而举行了大规模的 悼念周恩来的游行 仅去宇花台烈士林园送花圈的 就有289个单位 14万多人 比前几天增加了一倍 在中央电话通知下达后的三天内 全市有60万人参加了悼念和游行活动 如前所述 在文革最后两年 有两种力量在博弈 一是要恢复社会秩序 发展国民经济 因而要求尽快结束文革的力量 二是坚持积蓄革命理论 保卫文革成果的力量 前一种力量 以周恩来 邓小平为代表 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后一种力量 以江青等上层文革派为代表 下面有早期 进入了各级革委会 在以后的几次风波中 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头头 和一些相信继续革命理论的人 随着文革的失败 前一种力量日益扩大 后一种力量日益衰减 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 不仅前一种力量显示了强烈的态度 后一种力量也没有消停 在郑州 曾经演出了两种力量的现场搏斗 1976年4月初 郑州市中心的二期纪念塔下 摆放了一些花圈 碗瓷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 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恩来的 实际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 批凳反击右倾方案风运动 攻击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 有的将矛头指向了毛泽东 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职工 就此事展开了讨论 他们认为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必须对此事表明自己的态度 4月5日清晨 肉联厂写出了大字报 严正声明 有几十个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大字报贴在二期纪念塔附近的 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 这张大字报和二期塔下的那些大字报的立场 截然不同 接着 严正声明旁边又陆续张贴了一些同一期观点的大字报 当天傍晚 新华社河南分社让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 到了河南分社 一位记者说 他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 约四十多人 已经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 这一消息使他们受到了鼓舞 他们商议决定 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 他们将一辆货车开到了二期广场 把一些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了车上 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室办公楼前 这个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 上面全是穿着军装的军人 这些军人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 这些受命来的军人和他们一起收花圈 打扫现场 收完花圈以后 这些工人又以郑州肉联 郑州纺织机械厂 郑州交通运输公司 503厂等72个单位革命群众的名义 在二期广场贴出了联合声明 表达他们收花圈和对于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 对反对文革者进行反击 直至下半夜 这些人还走上街头 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 他们的行为受到另外一个立场群众的围攻 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 被围攻的人活活打死在二期广场 北京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 郑州市隔委追认焦春亮为烈士 并决定将打死焦春亮的刘靖判处了死刑 焦春亮是群殴致死 刘靖是顶罪者 天安门事件平凡以后 刘靖被释放了 成了四五英雄 焦春亮的烈士称号被取消 他年幼的孩子 每月二十元的抚恤金也被取消 当时参与反击的人 在以后的街坯茶运动中 遭到了清算 郑州反击者的命运 是由文革的命运决定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革命 反修防修的目的是 按照列宁主义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 正如学者李延明所说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 共产主义运动用暴力夺取政权 并力图运用政权的力量 来改造社会 消灭剥削 消灭压迫 共产主义者没有想到 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 带来的是更强的压迫和剥削 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做一件 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情 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 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成功 官僚统治集团总是不断地 制造政权的反对派 文革前积累了不少这个政权的反对派 文革的每一波都制造了一批新的反对派 文化大革命不仅让各阶层的人 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他的承诺却没有兑现 破而不利的现状 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无法收拾的混乱 到文革后期 社会上弥漫着不满情绪 工人 市民 普通干部不满 自1963年以来 工资分文未涨 工人家徒四壁 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被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不满 在多次反复中 他们被当作面团反复揉捏 知识分子不满 文革期间 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低下的时候 下乡知青 以及家长不满 在武器干校劳动的人不满 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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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情绪在聚集 在扩散 一旦有了发泄不满的窗口 压抑了多年的不满情绪 就会奔腾而出 在文革业已失败的情况下 各式各样的反对派和广大的不满者 都在纪念周恩来的旗帜下聚集起来 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议运动 郑州二期广场的反击者 只不过是一股小小的逆流而已 北京天安门广场历来是民众 抗议运动的中心舞台 对周恩来的纪念 开始只是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3月19日 朝阳区牛房小学县的花圈 很快被警察没收了 3月25日 县花圈的人增多 3月30日 一队解放军来到了纪念碑前县花圈 这给违抗禁令的人们壮了胆 31日 广场上的花圈已达上百个 诗词道文 大胆地表达了对江青等人的不满 4月2日 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组织游行 用四辆卡车开道 抬着献给周恩来 陈毅 阳开会的几个大花圈 四幅巨匾写着 红心已结胜利果 避雪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 自有禽妖打鬼人 为了防止花圈被搬走 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 用钢铁焊制了直径4米的花圈 当大卡车把花圈拉来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长安大街南侧广场上的花圈 从纪念碑摆到国旗杆下 大道的北侧 天安门下的官吏台上也摆满了各种花圈 最大的花圈直径超过了7米 从前门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路旁百树上 和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周围的树丛里 白花层层叠叠一片雪白 全是民众离开广场时留下的 广场上到处是晚联诗词传单 大多是针对文革派的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挂着高约2米的4块巨大的诗牌 上面写着批评文革派的诗词 有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 暗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垮台 黄埔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是群众对官方的反叛 是对毛泽东的反叛 这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 面对的规模最大的和平反叛 字幕志愿者先生